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4小时后它就会消失 限时动态的特性它比较像是鼓励追踪者 回来查看或者是回应 所以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如何制作限时动态的图卡 然后PO到FB跟IG上面 手机呢记得先安装好IG的APP 登录您的官方账号后 在官方账号的个人页面里 各位会看得到你的人头这个位置会有个加号的图示 按下去 进来之后呢这里就是可以去新增到限时动态的功能 那里面呢我如果使用本来就已经是拍好的照片 我们只要点选照片后 就直接会出现这一张图像 那它的背后呢如果尺寸是不合的 它会自动把原本这张图像中的主要色彩当成是背景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张图像呢再形放大 按住后就可以托放调整 如果你想要放第二张照片进来 我们呢也可以点选上面的这一个图示 贴图的功能 按一下后呢往下滑动 这里呢您会看到有相片的图案 点一下可以增加第二张照片 点选后呢第二张照片进来时你就可以这样子拖动 调整图像的位置 摆好后呢上面的这一个A可以输入文字 这里呢我们可以输入我们的产品的名称 文字输入完成之后呢可以按上方的这一颗图示 它可以去改变文字的格式 颜色的部分呢你也可以更换成喜欢的颜色 再来呢右上角按下完成 你的文字就完成了 可以透过移动的方式 把字摆到你想要摆的地方 接下来如果要输入第二个文字 一样按这个AA的图示 输入完成后呢也可以去改变它的样式 以及颜色 完成后一样按下完成 我们可以把字往下拉 接下来呢我们上面呢可以加上相关的音乐 完成后呢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的音乐 它就会带进来 然后你们可以去找喜欢的位置 接下来按右上角的地方完成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点选贴图 贴图里面呢就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模组工具 你可以加进来之后摆好 您就可以像这样的去展示您的图像 最后呢我们再进到贴图里头 这边的话呢就可以去带入我的地点 或者是我的主题标签 完成后呢就可以按下右下角的分享 这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线动呢分享到你想要放的地方 如果你跟你的FB账号有串联的话 它也可以同时间的分享到您的FB的账号上面 关于限时动态还有第二种做法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影片的方式 那怎么样让照片变成影片呢 首先呢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中的时候呢 先利用贴文的方式 所以在下方的这个位置 利用贴文的方式 增加一个新的贴文 按下去后呢下方这一排 这里会有贴文限时动态跟连续短片 我们点选这一颗连续短片 进到连续短片后呢 上面这边就可以去 点选我要的这些照片 都选起来后呢我们按下下一步 接下来呢可以去选择你喜欢的音乐来进行搭配 完成后呢按下下一步 但这边的话你不用担心音乐的部分 我们可以略过 直接按下下一步 好这样呢就会产生一个全新的短片 但是这个短片呢并没有要发到贴文中 我们只是透过贴文来帮我建立一个短片而已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短片存下来 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先回到上一页的位置 箭头往上 回来之后的右上角 这一颗的图案 按下去 可以呢在这边选择储存 储存的话呢就是把这一段影片存出去 存起来后它就会变成一段短影音的影片 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它擦擦按掉 关掉这一个画面 按下重新开始之后回来这个画面后 我们直接到我的现实动态里头啰 所以呢到左上角按 叉叉按掉 回到你的主页之后呢 点选加号的位置 增加一个现实动态 请点选这一个刚才已经做好的影片 按下右上角的完成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为它加一点文字后 然后就可以发布成正式的影片啰 完成后呢文字可以摆在你想要摆的地方 接下来如果要再加上音乐来衬托的话呢 右上角的点点点 我们呢也可以再加上音乐 选择好一首你喜欢的音乐之后 挑选要的位置 好我们把音乐的部分呢只要设定为颈线音乐就可以了 完成 完成后呢这一首歌曲就完成咯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发布到现实动态 所以这边呢只要按下箭头 好这时候按下分享 好就可以把这一则现实动态发出去了 现实动态的功能让社交媒体的内容可以更加的生动 活泼有趣 营造出可以更真实的互动的分享体验 所以呢不要害怕 好像我po东西到社交平台上面 好像是一个很恐惧的事情 店家们只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策略手法 你也不用担心它24小时就会消失咯 所以呢我们都可以尽量利用像这样的一个行销的方式来宣传自己 我们下期再见